用愛重建家園 台灣加油 來繼續關心的是 美軍的海龍直升機 終於幫忙吊掛了小型的挖土機 進入納馬下鄉了 情況如何 我們連線請謝凱瑄告訴我們 凱瑄 由國防部發軍團最新提供的 整個空中吊掛作業 我們可以看到 美方支援的海龍直升機MH-531 已經在昨天開始執行外手的吊掛作業 而他們是先用整個這個腳繩 是把這個重達八公盾的怪手 是整個直接的吊掛上來 而他們是要把這個重達八盾的怪手 是運到納馬下鄉的民生村 以及民泉村 進行道路搶通了作業 我們可以看到 由於這個海龍直升機 它是多功能的 同時它的負重力是高達十多盾 因此它對於這個吊起八公盾的怪手 可以說是金而易舉 而它這一路是要 從空中往納馬下鄉的民生村 以及民泉國中來實施吊掛作業 而陸陸續續 其實昨天它已經完成了三部的 這個怪手的機具的吊掛作業了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海龍直升機 因為它在執行吊掛作業的時候 包括機組人員都要小心翼翼 因為就怕地有個閃失 可能會造成執行任務上的困難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整個上空就是要抵達 那馬下鄉的領空 我們可以看到海龍直升機 它這個就把重達八公盾的怪手 直接掉在半空中 另外還有地面的所謂地面的部隊 他們也在這個準備降落的地點 先執行先檢的作業 而其實今天美方還是持續在支援吊掛作業當中 包括MH-531的海龍 以及MS-60S的海鷹 他們分別會執行空中任務的偵查 另外包括之前底台的防水塑膠部 今天也將會進行潛運 以及重機具的吊掛作業 以上是目前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鏡頭交還給部內主播 好 謝謝凱旋帶我們來看到最新提供的畫面 就是美軍的直升機幫忙吊掛了 小型的怪手進入到納馬下鄉 希望能夠趕快搶通再次的道路 我們謝謝凱旋的連線報導